国人权理事会11月6日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第三次的普遍定期审议 中国政府对待新疆穆斯林群体的政策成为了这场审议的一个重点问题 想请我们请美国记者 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为我们介绍 乔战 好的 主持人 我们看到这次美国 加拿大 日本等国都提到了有关外界对于中国方面对待新疆穆斯林群体的方式 不断增加的一些担忧 联合国此前曾经表示有可信的报告显示 在新疆有多达100万民众被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 同时我们看到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项目主任苏菲理查森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许多的政府都特别对这一问题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许多政府表达了对于限制宗教自由以及少数民族社区受打压的担忧 他们特别表达了担忧并且呼吁关闭新疆的政治教育营 位于瑞士瑞瓦的美国驻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临时代办 马克卡塞尔敦促中国立即释放在新疆地区被任意关押的民众 此外德国 日本 冰岛等国也对这一问题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来自英国和加拿大的代表表示 中国的人权状况已经恶化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久之前表示 特朗普总统已经要求美国政府严肃地应对有关的问题 并且动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力来应对有关对基本人权的挑战 此外 针对中国新疆的所谓的这种再教育营的有关的问题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建议使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对相关中国的个人实施金融制裁 李查森对美国之音说 尽管此次审议可能无法让中国方面改变在人权问题上的一些做法 但诸如此类的审议和其他各方的干预 可能将使中方更加难以回避一些问题 我们来继续听听李查森的看法 我认为此次审议不会达到那样的结果 但通过与其他联合国审议 政府的干预 以及媒体学者等方面完成的报告一同作用 我认为这将让中国更加难以避免回答有关新疆的尖锐问题 是的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 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人权情况进行审议之时 有大批民众来到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外进行抗议 华盛顿邮报的消息称 包括维吾尔族民众以及支持西藏的示威者在内 有大约500人参与了抗议活动 从美国之音获得的一段视频影像中 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多个地方的民众参与了这场抗议 这些抗议者要求立即释放所有维吾尔人 在另外一方面 出席此次审议的中方代表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岳玉成否认有关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指称 并且表示一些联合国成员国故意忽视中国取得的显著成就 根据英国卫报报道 岳玉成表示中国方面不会接受一些充满偏见 完全罔顾事实的国家发出的 由政治因素驱使的指控 他说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规定民主和人权的定义 中国的盟友朝鲜 叙利亚 柬埔寨 古巴 肯尼亚 纳米比亚和南非赞扬了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 根据英国卫报报道 除了对新疆再教育营的问题表达担忧之外 美国等联合国成员国还敦促中国释放维权律师王全璋等人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乔战带来的详细报道 和视频入口 感谢观看